自从刘强东被曝出陷入性侵风波之后,国内舆论就一片哗然,有关注刘强东二线动态的,有关注奶茶妹妹态度的,也有关注京东骨架的。 但在定案之前,面对这些事是非非,谁也不敢给出确切的答案,唯独周立波成为一只独秀,在事件发生不久后就在发生声援刘强东,真的不是那样的人,还说自己和刘强东的问题都出在枪上,作为同在美国打过官司的公众人物,周立波声援刘强东倒是很有经验。 只不过,从他的用词来看,他发生主要目的,倒不是为了刘强东说话,而是为自己渐渐澄清,因为反复强调的都是自己怎么遭受的个人陷害。 说起来,周立波一年前在美国因为仓毒持枪罪名被捕后,一时间也是闹得沸沸扬扬。 当时,周立波在纽约中场倒架车,实业蛇皮走位,被警察拦截搜查,然后被发现车后座有一个黑色枪套,一只可尔特尼玛手枪,手枪四大和两代可卡因。 所以警察当场就逮捕了周立波与副驾驶的唐爽,后来还以非法持有武器罪,共两项,分中罪和清罪,非法持有火器罪,非法持有管制物品罪,以及违法交通法规五项罪名起诉周立波。 虽然爱情有诸多疑点,但周立波在暗发后一直坚持自己无罪,并且在打了一年多的官司后,成功的洗脱了罪名被无罪释放,还同妻子胡杰一起返回了中国,虽然整个过程颇为狗血,但既然已经被释放。 好,有没有以为这一闹剧,也应该就此收场? 却没想到周立波有语案发,是一同被捕的唐爽开思,劝自己是脏其所害,为了证明唐爽人品极差。 周立波昨晚公布,乐唐爽一次在夜总会与梁女子玩乐的视频,还发长文质责其有着变态猥琐的心灵,用词非常不堪。 而金玉玉,唐爽也在微博公开回应此事,称周立波发出的视频是自己和大神女同学就会撕拍下的,并表示周立波为了搞垮自己一直派人进行跟踪,还不断污蔑自己。 但他总觉得,得饶人书且饶人,所以一直没有公布手上的证据。 然而昨晚周立波发布的内容不仅伤害了自己,还损害了两位麻省理工学院女同学。 都名誉以及网络风气,所以他趁自己作为学者,有责任要为社会与网络除掉周立波夫妇这个毒瘤。 随后,唐爽就在微博公布了案发后和胡杰聊天的视频,这段视频是唐爽与胡杰,胡杰母亲及女儿的对话。 对话中胡杰亲口说出,毒品是小霸给周立波的,毒品是周立波自己放到里的,即不能让周立波承认哪怕一粒毒品是周立波自己的。 莫胡现在说谦严严重,这一点毒品不严重。 但是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落在博书身上,只要承认了全中国就都会说是博书吸毒了的言论。 除此,视频中胡杰还表示毒品上有周立波、小霸两人的指纹。 当唐爽再三问胡杰毒品到底是哪来的时,胡杰知之无,的说周立波好像也记不清了。 而唐爽问周立波人在哪时,胡杰则说他去打球去了。 从视频拍摄的角度来看,这段视频应该是周立波案发后唐爽与胡杰一同商量对策时偷拍的。 看来唐爽虽然当时和周立波夫妇被拴在一起,但对于二人的行为还是有些戒心,所以才偷拍了这段视频。 如今看来这场闹剧接下来还会继续上演下去,不知周立波又会如何反驳这段视频时较呢?